姨妈来了十几天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晓英 陕西省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肯定是异常了 那肯定不是月经了 月经没有十几天完不了的 这种一般我们考虑是有异常的子宫出血 这是肯定是出血 这个呢当然不同的疾病 都有可能表现为这种异常的出血 年轻的人比如说 比如说是公外孕呀 怀孕相关的疾病 年龄大的人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炎症呀 肿瘤呀或者其他的问题 这个最好还是通过专业的医务人员 给予判断吧 处理呢根据病因吧 如果是妊娠相关疾病引起来的出血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对症处理 比如说有流产的情况 或者是公外孕的情况 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如果是其他的炎症 或者是一些肿瘤的话 也会有这种出血的情况 它会也表现为异常的出血 那我们该怎么处理 也会怎么处理 不同的疾病 不同的肿瘤 它所不相应的处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